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 孙美 开号 几日不见 春风得意啊 恭喜卢总 谢谢 孙美 再找不到比你更合适更优秀的人 来当总裁助理吧 所以真的很欢迎你 其实我是想来跟你说 你还是换一个助理吧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这是我的辞职信 小蕊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会 任免决定是关浩的意思 工总代表不保 我不希望他离开 但是这个事我左右不理 你不要给我解释这些 我离开不是因为这些 那是不是也把你 从湖岸小区境内的位置 你带回来当助理 你觉得委屈 总经理的位置空着我给你 你一定可以胜任 你觉得我留在北傲 是为了这个 那你不要辞职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弓箭吗 这个辞职信我不能收 这两天我会做好交接工作 你要是尽快找个新人吧 保重 小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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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好 跟陆修成 早有构结了 其实 我一直觉得陆修成有问题 他们想掏空呗 那怎么办 关键是要找到证据 什么证据 也就是他们签订的原始合同 龚总 我跟你一起想办法 我想跟你一起保护北傲 喂 喂 柯嫂 我到了 你人在哪儿 我都听到你的声音了 看见我的手了没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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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今天怎么想着把我约出来啊 有点什么 柠檬水 服务员 给一杯柠檬水 你跟龚建不会又怎么了吧 没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最近吧 我觉得他心情不太好 有什么事情呢 自己憋着 也不愿意跟我聊 龚建本来就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遇到这么大的事啊 别说他了 谁都过不去 所以啊 事业对一个男人来说有多重要 你人脉那么广 社交面也大 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 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工作 那龚建能愿意吗 试试看呗 对 其实多成功挣多少钱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他先振作起来 行 我知道了 我帮你留意一下 对了 你知道我这两天遇到谁了吗 谁啊 韩冰 韩冰啊 不记得了 东方商学院那个酒会 生命就像一条膽子 怎么了 你要说到人脉的话 他一定比我广得多 这件事情如果拜托他 肯定没问题 乔主您好 您好 请进 来 晓睿 昨天的事情我考虑清楚了 不知道收回辞职信还来得及吗 当然来得及 快坐 你可以留下来太好了 其实你昨天那么一说 我心里真的良理一般 说真的 晓睿 这个公司里 如果没有你 那我的心里是空的 我真的很需要你 我只是 说在工作上 你放心 我会做好分内的事 谢谢你可以留下来 晓睿 有一些话 我一直想和你说 说什么 我知道 我只能把这些东西 还好 等我 他突然想伤会 你现在在这些东西 也想伤得 吃面子 对 我今天的事情 做到这些东西 所以说 谁也想伤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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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不着啊 你管不着啊 韩总 我们换个地方接着聊啊 走吧 求求我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们赶紧去吧那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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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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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军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龚总遗留下来一些需要签字的文件 我收到您午饭之后看一下 你真是搞笑的呀 刚恢复职位就开始工作 这应该的 你吃饭了吗 中午我们一起吃饭 我吃过了 我先忙去了 谢谢大家 郭董 有问题 我知道了 你盯着点的 怎么了 弓箭在查我 这个结果眼上可不能出任何问题 你要是不想失去现在的一切 看住他 我还是没找到合同 不过我发现一些离岸公司的这层资料 是不是连任何事 你试试 你试试 出发了 潞伟·洛乳 陆先生办公室我怎么进去 我也能弄到 他办公室的钥匙 你别忘了我是做什么的 我是总裁助理 但是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下一步我想办法 我宣布鲁修成为新的北奥集团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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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部长 我空见 我现在手上有一些材料 我想给你看一看 好 我等你回来联系 你怎么着急要干吗 你跟我说实话 这立文什么时候跟这寒冰好的 立文什么时候跟寒冰好的 你还瞒着我 我都看见了 在咖啡厅里他们两个手拉着手啊 看错了吧 立文去找寒冰还是我拜托他的 想问问寒冰有没有什么适合工件的工作 那谈这种事他也没必要 手拉着手啊 你行了行了 我给立文拿个电话 一神一鬼的呢 这这这这这 喂 立文 小嫂 我问你啊 我拜托你问寒冰的事 孙南威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啊 我就看孙南威啊 怎么垂头丧气的啊 我该 谁让他上来就不分清晤灶白 是我勾三打死的 他管得着吗他 你告诉他 我现在就跟寒冰好似了 你气死了 立文 立文 你别生气啊 你别生气 当时我确实是有 喂 立文 完了 生气了 生气了 不不 曹曹 那麻烦你能不能帮我去 去找他帮我解释解释 你自己去找他吧 不不不 自己找他 这时候我去 他在气头上 我不是找死吗 你们俩是好朋友 咱们也是朋友 拜托拜托 你你先帮我去打个头阵 打个头阵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拜托 你生气的样子特可爱 我知道 你别生气了 人是在乎你呢 少来 去 在乎我 在乎我能在别人面前 那么说我吗 这孙南美有多爱你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就是 这张嘴着你一时 激动了一下 就说错话了 我跟你说啊 他就是小心眼 他不光小心眼 他还抠门 其实我也挺感激的 他这么一闹 敢当我跟韩冰有机会 你还这样跟韩冰啊 韩冰多好啊 有内涵有学识 你再看看那孙南威 你还是别看他 这样的话 那孙南威真的要失恋了吗 不管他失不失恋 对了啊 工作的事我帮你问了 韩冰说他有一朋友 是新能源公司的董事 现在要扩大市场 正准备招人呢 有一个项目总监的位置 我帮你留意着 回头如果有消息了 我告诉你 这挺好的 可是从房地产到新能源 是不是跨度有点大啊 还没说了 只要懂市场就行 是金子 在哪儿都能发光 我帮姑娘找工作的事 我没跟她说呢 你也别告诉她啊 男人嘛 都是要自尊心的 对的是有多好啊 不 你们俩什么时候 请我喝喜酒啊 什么时候 那要看男人 什么时候向你跪下啊 喝喝喝 我看是你比较着急吧 要不然啊 我去点点她 我真的不着急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的 感觉挺好的 我们俩现在的 wetter 我们俩下词 你在哪里 分别再看 他后来 当我们俩下词 咱们再对的 最后 我们俩下词 本习惯 就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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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到律师真切的第一个案子 是你的案子 我很荣幸 小邓 阿姨 小邓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儿子我了解 他不会做那些下贱的事的 他一定是有冤枉了 你放心 我现在是他的律师 我会给他把事情弄清楚的 你一定要帮他 一定要帮他啊 他刚在公司受到那样的打击 现在他再也经受不起 无望之灾了 他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名声 他这样的脏水泼在他身上 我的儿子 他 我儿子超水润 没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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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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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是你把我送进来的 我怎么了 您最近是不是休息不好啊 医生说您心里不急 一激动就容易晕倒 不不双治 或不担心 那还真是怎么回事 阿姨 您放心 公监一定没事的 小邓 我知道你是好人 以前呢 我对你有偏见 你就原谅阿姨好吧 阿姨 您别这么说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公监平安无事地出来见您的 谢谢您 跟当事人谈得怎么样啊 现在这个女的就一口咬定着弓箭给她是吧 该不是额钱吧 看着不像 她说她要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难不成真是弓箭把她给 怎么可能呢 我相信公监肯定不会 那证据方面 监控呢 事发地点是个监控四角 没有录像 认证方面 就保安了 保安说看到他们在一起撕扯 这么说 在证据方面 对弓箭很不利啊 证据是对弓箭不利 但是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弓箭就是施暴者 所以还是有希望做无罪辩护的 这是我之前做过类似的案例 我有经验 邓草草 您可以说我很势力 但是我不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如果你愿意 我会帮你 谢谢 照片 草草 草草 这立文是不是没带手机啊 我一直打电话他也没接 不可能啊 他刚发微信还说晚上来看看呢 有件事我跟你说 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立文好像跟那韩冰 有点来真的了 真的 那我去找他跟他聊聊 我得好好跟他聊聊 那个弓箭那边有事 你给我打电话 我找他 我找他好好聊聊 真不错啊 这一个月就三百万 我的眼光一向很准 黑药集团在关董市场的带领下 一定前途光明 我们都是自己人 不用那么客气 我是打心理 感谢周总 你对我的支持 我现在手里呢 还有一个原油的项目 我不知道凯南这边有没有兴趣 好啊 你把资料发给我看看 好 我对你可是够支持啊 立文已经骂我 卖有求荣唯利是图了 唯利是图就是我们商人的本质 至于卖有求荣啊 我是觉得 要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 做周总林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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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时的那个朋友 卫健录下来的 我花钱买的 朋友 没那么巧吧 我还喜欢的 管花王 你到底对弓箭做了什么 你应该问弓箭到底做了什么 我现在要是公开这段视频 他在我们这圈子里就没法混了 弓箭已经被你踢出北傲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应该是同路人 你不记得你曾经做假亲自鉴定枪人了吗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是邓曹操告诉你的 跟曹操有关的事我都知道 比起弓箭从我身边拿到的东西 我做的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这只是刚开了个队 管航 你一定是疯了 就算你能得到邓曹操 这样你高兴吗 只要弓箭不高兴我就高兴 所以我 为了邓曹操 我可以不择手段 共建事怎么样了 如果他败诉了会怎么样 这要看怎么办 现在对方一口咬地是强奸 一般这样的男案子 都会偏向女性受害者 就算是为罪至少有人三年 关航太歹毒了 知道吗 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他手上有一个关键的证据 有一段视频 看上去完全就是弓箭的问题 这段视频一旦要公布出去 那弓箭就完了 让他背负这样的污点 太可怕了 那天晚上是关航约弓箭出去喝酒的 他这么做他真是疯了 他这么做 一切都是为了你 他想毁了弓箭 除非 你能回到他身边 曹操 我知道你是爱弓箭的 他那么好的一个人 我们不能让他被光好就这么毁了 现在能阻止他的也只有你了 我还能做什么 你离开弓箭吧 只有离开他 光好才能收手 你来了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你看 整个屋子 我保持得跟你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有动 就是为了等你回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在意你的机会 为了有个机会做个好爸爸 为了我们这个家 什么 我什么都要做呢 没什么都要做的 我怎么做的 我还是没做到 你吗 我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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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孩子 我怎么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求你了不要考虑得太久好吗 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不能控制我自己 说不呢那天我不高兴了就会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 李维 你在单位吗 真的平了 我喜欢 secas 我还可以出售 我只能要更改善 谁也不愚� Barn 你不愚蚓 最多还有四十八小时 就可以出来了 找到什么了吗 对不起 没有找到什么 可以给你清洗嫌疑的证据 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我早就说过 这事没那么简单 等我出去吧 我出去以后会找光恒 我会把所有的事 都跟他算清楚 现在就算警察犯了你 只要贾珍珍坚持告你 所有的证据都对你不利 很有可能 判强监未遂 凭什么呀 证据是什么 你是律师 应该知道口说无凭 只要败锁至少三年 凭什么败锁 你就算不败锁 这是一辈子的污点 你背不起 我答应过你妈 一定会让你平民安安的 你放心 你会没事的 我有我的办法 出去以后 要好好的 你什么意思 又会有什么办法 去求光恒 光恒手里一定有不利于我的证据 对吗 什么证据 他拿这些要挟你 要挟你什么 无非是想让你回到他身边吗 对吗 你妥协了 你不也瘦吗 你不也瘦吗 一辈子 跟谁都是过 更何况他是小萱的亲生父亲 他能给我们好的生活 一个圆满的家庭 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不可以 邓曹操 我告诉你 你不可以去求光恒 我念肯蹲大牢 都不会让你去求光恒 如果爱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 那就不值得 有什么不值得的 总之你不可以去求他 董曹操 你是我的